中美贸易战开打一个多星期来 全球经济大震荡 不少国际媒体都这么形容 中美这两个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搏斗 就像两只大象在打架 周边的小草都遭殃了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跟金融市场都跟着陪葬 去年呢 在面对美国第一次点爆中美贸易战时 中国主席习近平 他在APAC工商领导人峰会中发表演讲时 他就对贸易战发表过立场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 历史告诉我们 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 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 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然而习近平贸易战下没有赢家的这句话 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耳里 好像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5月10号再一次点燃贸易战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之后一连几天都高调的在自己的推特上 口气相当大的说 中国根本不是对手 也不要以为可以拖到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他会下台才继续谈 美国这是赢定了 肯定会打赢这场贸易战 那特朗普的语气是压干儿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 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连发4条关于关税问题的推特 警告中国不要采取反制措施 他也在推特对中国放话 不要指望靠别人扳倒他 他说中国以为沉睡的拜登或是其他人会在2020当选 那是在做梦 除了认为自己一定赢之外 特朗普也一直强调 他们不怕中国的报复 因为美国获得的比中国更多 反正特朗普的姿态就是 美国只是要拿回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还要大家记住是中国破坏了和美国的交易 所以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中国自己一手造成的 那中国是多次强调贸易战没有赢家 贸易战下中国认了肯定会伤 但是最后表明了美国要打就只有奉陪到底了 那美国呢美国真的毫发无损不会受伤 或者伤得会比中国轻得多吗 特朗普口气很大 认定美国肯定赢 中国会输得很惨会被打到爬地 但是美国真的能够笑到最后吗 我来看看贸易战开打之后 一些美国知名媒体他们所做出的分析评论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美国CBS新闻台 他在一篇题为除了关税中国还有别的报复手段的评论中就指出 中国有国家控制的经济体制 让中国可以更容易的伸手干扰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营运 就比如说扣留美国公司的营业执照 推出新税 甚至是对一些美国公司进行调查 故意放慢货物通关的速度 延迟签证申请等等等 就是报复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故意找茬 看你还怎么做生意 而同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发表了一篇 以特朗普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题的真蓝文章 作者就写道 特朗普在谈判桌上的惯用伎俩 就是当各方都认为事情已经谈好的时候 他在最后一刻改口 用这种粗暴的方法来争取更好的交易条件 作者最后还痛批 如果特朗普以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不会对此报复的话 那么只能够用一个同样粗暴的词来形容它 那就是死蠢 再来美国纽约时报一篇题为 特朗普的关税是美国老百姓头上的新税 的评论文章呢就直接更加直接了当的点出 美国向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新关税 事实上中国不会直接承受关税的成本 反而是美国人在掏腰帮买单 美国人日后呢 也必须忍受更高的物价 那无论特朗普说了多少次 这一笔钱是会由中国出 但是他只不过是重复不断在讲骗话 为了政治利益 他故意继续讲骗话 去向美国人民兜售他的政治主张 而这于今日美国的评论文章则直接点出 美国啊是放错了重点 因为当下更重要的是 中国已经正在酝酿要统领全球的数字贸易 这才该是美国在战略和外交上要提防的重点 美国正在数字贸易 中国正在数字贸易领域进行全球布局 美国千万不要一个不小心 将书写21世纪数字贸易游戏规则的主导权 拱手交让给中国 那以上呢是几家美国主流媒体 针对贸易战的分析点评 战火的枪声呢是已经打响了 如果这场中美贸易战真的演变为一场持久战 那么要决胜负 就要看谁会先因为没有办法承受他所带来的经济压力 而先败下阵来 贸易战的战斗力不是看你有什么先进的飞弹大炮 而是看国家经济结构的承受力 以及最重要的是 自己人民是否愿意为国家的尊严而同仇敌忾 共赴时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